我們再接這位桃園的溫先生 溫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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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新年快樂 大家新年快樂 我最喜歡聽到這種有活力的聲音 雖然這麼晚 但我相信你對2020應該是 抱著希望 1月2號應該是 北上參加的 沒錯吧 1月2號我跟我媽媽都會去 真的喔 太棒了 全家大小都要去 你們買到書了沒 我買書啦 買幾本 只想到一本 我買一本 因為實在買不到 好來 我想請問這個 溫先生你怎麼看 我們剛剛討論這麼久 包含 中二的補選跟 這個 萬華的罷免 其實我要講的是 請說 因為這兩個說是 地方新投票 但針對剛剛大家一直討論 年輕人這一塊問題 我想表明一下 因為其實我比幼症小三歲 欸 哇 那這個是年輕人 真的是年輕人 我的家庭從以前是深藍 但是後來變淺藍 那我媽媽那一邊呢 有一邊是深綠的 那我這樣講 其實我最近有在看網路的一些風向 PTT可能是巧幸的專長 對 然後 我自己一直在看LINE的一些留言 比如說之前在黑韓的那些時候啊 那些只要在明日一PO文 然後就一堆 一堆的留言 然後一堆比讚這樣子 但是從韓國去罷免之後 蔡英文連任之後 現在所有LINE新聞裡面的留言 全部一面倒都是反蔡 真的嗎 這個我沒注意到欸 喔 那都是年輕人比較多嘛 是不是 對 我跟你講 其實因為比較會用手機的 所以一般會用手機去留言 應該是年輕人比較多啦 對 同意 那其實 其實不管最近是韓國瑜的新聞也好啦 或者是說 一些黑韓 顏寬粉的 我上去看那個留言 只要點進去 基本上 前面的幾個TOP的留言 都是支持的比較多 嗯 不像說黑韓的時候很嚴重喔 隨便講一個什麼 然後就比讚1000多個 對 導賺這100多個 現在共產已經變了 所以你覺得這個霍倫哥 跟剛剛原子講到說 年輕人不一樣了 年輕人覺醒了 你覺得這件事實是存在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覺得對 這個林靜的選情 如果他們持續這樣抓著韓國瑜 想操作 其實反而是反效果嗎 一定反效果 嗯 韓韓哥講過一句話 一句話 物己必反 嗯 對 所以 他的網路出來 他就網路起家 他們現在會被網路幹嘛 我講一個簡單例子 好 因為中間被破損 請要到網路 那像 這當然是 有一些很不願意 但是 依照因為現在大家都 在發燒榜這些東西啊 嗯 像正常發揮 每天前五 甚至有時候第二滴都沒有問題 是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對 對 不管說流量有沒有被黑 或是怎麼樣 但是 有上去就是有上去嘛 是 沒錯 那像之前在小英 他在選舉的時候 雇用的那一些 我們知道除外的特異 他們現在有幾個能夠上發燒榜 這倒是真的 對對對 沒有嘛 所以我們的曝光錄是有的 對不對 對 正確訊息是有機會傳出去的 對 沒錯啊 我相信優正的後台 你看得到真實的數字嘛 是 謝謝 但是你不能告訴我們 嘘 對 又要許一下 又不能講 沒錯 所以用這個方 用這個趨勢來看 其實 因為蔡政府說的真的是太爛了 所以說不管是蔡英文總統本身的FB 我怎麼會去留言啊 你不要去跟他吵架 不用理他們 你去留言就好了 不用跟他吵架 不會吵架 我不會吵架 因為其實 比我早去留的多的是 哈哈哈哈 罵的比你兇的多的是 輪不到你吵就對了 而且那個罵的全部都是 很有素質的 用酸的 酸到你會笑出來那一種 有有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對 然後就是 最後就是祝大家 新年快樂啦 然後呢 因為2022了 2022號好拼 好 我希望不管算了還算白 好好的選 把綠的 用力給他下架 謝謝溫先生 這個 這是年輕人喔 這百分之百年輕人 你看我就喜歡挑這種 有活力 有朝氣 有觀察 而且對2022是有希望的 好不好 這個溫先生他說他小我三歲 那我就叫你弟 好不好 這個溫弟 溫弟賣漢堡的 溫弟 好無聊 不要理我 好不好 好啦 這個也祝溫弟 新年快樂 你要加油 好不好 我們很需要像你這樣子的人 然後這個 一樣北上的時候 這個 如果長輩的話 保暖要做好 那交通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好加油 謝謝拜拜 好我簡單講一下 我們剛剛在談到這個 在台中選區的選情 不是民調選情 那綠營人士談說什麼呢 投票率過半 林靜宜才會贏 我分析一下他背後的意思 他背後的意思代表說呢 他們目前掌握的選情 覺得雖然嚴寬恆的選票 不一定是到時候最後他一定會選一次最多的 但是他是穩定的 他是穩定的 就是說他的選票是能夠開的出來到一定的比例以上的 那多少比例因為涉及到民調就不能講 但他的這個言下之意是如此 但是呢 現在的問題回到林靜宜身上 林靜宜的票能不能夠衝出來 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呢 你看喔 這一陣子以來喔 民進黨他鋪天幹地 都在把言寬恆這場中二補選打成什麼 罷免戰一樣 所以罷免戰是什麼 是減法嘛 就讓本來會支持言寬恆的 可能有些不投了 可能有些就是 不出門投 或者是說改成想要投別人 他們希望做到這樣子 但問題是 這個選舉不是罷免選舉 所以他是言寬恆跟林靜宜 他們單純要比誰的選票比較多 就是對決 對沒有什麼罷免什麼25%門檻 就沒有門檻嘛 如果言寬恆得兩票 林靜宜得一票 言寬恆獲勝 所以這個是兩個人選票 誰能夠催出來的比較 我們不要 因為我們先前都在講罷免 所以我們常常跟罷免混在一起 還在算說25%門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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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門檻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的意思是 言寬為什麼他談投票率過半 林靜宜才會贏 他們認為 言寬恆有一定程度的穩定選票 就是會出來投 那現在林靜宜能不能夠 催出比言寬恆還要多的票 這是他們憂心的事情 所以他才講說所謂的才會贏 所以你就想想看嘛 當林靜宜一直在黑言寬恆的時候 或許有一點點小幅度的鬆動跟影響 畢竟他們全黨都出動 但是問題是 林靜宜是一個很吸引人的選項嗎 討厭言寬恆可以吸引到大家返鄉投票 投給林靜宜這樣子的一號人物嗎 不行 我覺得不行嘛 剛剛我們那個有台中的一些 這個朋友也都講了嘛 他覺得他受不了林靜宜這樣子的嘴臉 所以為什麼他廣告打的是什麼 溫柔堅定 因為他們知道 實際上是枝牙烈嘴 他們知道這個slogan是對的 slogan知道是說選民喜歡 就說既然你是女性從政人物 然後你溫柔堅定出來代表我們 他們可以接受 就像台中市民支持盧秀燕 他是一個媽媽市長 尤其中二選區特別比較純樸一點 他們會買這種單 是 所以溫柔堅定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四個字 更適合用在台中市長盧秀燕的身上 而不是林靜宜呢 我覺得你都比林靜宜適合用溫柔堅定 真的 你那個明年選連任 你就溫柔堅定虛巧心 哈哈哈哈 美根跟他用同樣的slogan 美根 但是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林靜宜他在整個選舉過程裡面 被周遇寇押住他的風頭 所以很多應該要去推廣他 讓大家去喜歡他的 好像看起來是沒有這麼多 就還很多人第一不知道誰是林靜宜 第二林靜宜這個形象他可能 如果他在都會區 即便在台中的都會區去選 或許他能夠開出來的選票 都會比在現在中二選區好 就像他一直講說 他去講人家那個檳榔嘴 只是說他作為一個醫師 他覺得不要吃檳榔 我們當然都知道不要吃檳榔 放屁那個是鹹物好不好 厭惡好嗎 大家想想看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吃檳榔 但總會去看牙醫吧 如果你今天你去看牙齒的時候 醫生告訴你說 你這牙齒很髒我好崩潰 你會不會覺得你這個很沒醫的 說得太好了 你會覺得很沒醫的 你怎麼會這樣講啊 你知道之前就有人分享過 我在很早之前分享過一個 他被陳時中看牙醫 然後陳時中作為牙醫師 幫他看的時候 就一直嘆氣 就跟他現在一樣 還這麼奇怪 我覺得很好笑 他一直這樣 是怎樣 牙齒蛋都剩兩顆是嗎 然後他就覺得 那個病人就覺得說 現在我是怎樣 你在嫌我牙齒 我害死了是不是還是怎樣 對你嫌我牙齒很髒 還是什麼回事 然後他就在PTT流說 不推薦那個陳時中醫師 這跟他後來衛福報完全兩回事 那是更早之前 就覺得說這個醫師 怎麼會看我牙齒的時候 在那邊 一直嘆氣 然後覺得很不衛生 他覺得這樣很不衛生 那所以你作為一個醫師 我當然知道你想要鼓勵大家 不要嚼檳榔 可是你注意看他的說法是 讓他覺得很崩潰 而且稱呼人家是什麼 不是嚼檳榔這件事情 是說人家叫檳榔醉 這是非常不尊重選民 對他是非常不尊重選民 我告訴大家 我們這邊一大堆都是民意代表 你出去 我們各種階層的人 各種工作的人 我們都會遇到 有吃檳榔的有喝酒 只要他沒有辦法 基本上我們都是把他當成說 非常尊重的這個貴賓 跟他們以理相待 結果你在選舉的人 你在那邊自己臉書 關 只有朋友可以看 記者你覺得你講的沒問題 你為什麼不讓別人看 你為什麼不寫在你的粉絲專頁上 讓大家一些乒乓解呢 因為你就是 我最近加他好友他不理我 他不理我 我看到 Ling Jen 我看到也想要加他 我覺得就按Ling Jen 人家不理我 他沒回覆 你怎麼會被釋破 你怎麼會被釋破 你不是英文的 最近很多人去加他 他就乾脆手信都不加這樣子 但是我強調的是說 像他這樣子的形象 能夠催出多少的票 其實我是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我再次聽說 你不用再聽說 你不必注意 你不必注意 我也是 你不必注意 你不必想要 你不必注意